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元指数和本期主门着重讲的美债收益率 这几个因素在不同的时期是会常常各自主导金价走势的 比如说俄乌战争或者疫情爆发 那时候就是避险情绪在推升金价 当美国经济强劲或者货币收缩 那是导致美元升值可以理解成是美元压制的金价 本期重点就是说美债收益率是怎么影响金价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黄金是一种无锡资产不同于股票和债券 持有黄金是不会有任何利息的 真实利率就是说除去通胀后的真实收益的变动 会对投资黄金的机会成本产生影响 举个例子 当其他资产能够提供更高的收益时 黄金的吸引力就下降了 反之其他资产不能提供更好的真实收益 那黄金的相对价值就会凸显 而最接近真实收益率它的衡量指标市场 一般是采用美债收益率 其中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预测黄金中长期走势的绝佳标的 如果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那就是会压制竞价 反之如果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 那就会推升竞价 两者基本是处于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用相关性的系数测算 两者目前是处于0.8以上的强正相关性关系 这也是大部分时期两者的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说买入美债的收益率目前还是这么居高不下 那谁会有那么大兴趣来投资黄金呢 自然金价工空投常常就是会主导走势 说起来美债收益率为什么会如此居高不下呢 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还没说死不加息 历史上来看就是说黄金大涨基本是要等到加息结束 还有一方面就是目前的美国股市也是太红火 投资者从债券转向股票压低了债券的票面价值 就是推升了美债收益率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